大家好,歡迎大家今日來臨部由香港美術教育會舉辦的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施生事計展2012 我是鄧麗的詩儀,我是鄧麗的表演 首先,我們先請我們的主禮嘉賓,藝術發展局行政總裁周永平先生 香港教育學院處理校長,鄭彥均處理校長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校長,徐樹菊校長 藝術區國務辦事處總管長,劉鳳夏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長,張寶文會長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副會長,徐國英副會長 現在有請張寶文會長為展覽聚言 謝謝 校長,老師,同學,家長,大家好 首先,感謝各位今天,星期六的時間,抽空出席我們今天的開學禮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由1992年創辦至今已經20年了 因應課程改革,教師的需要和藝術的發展 我們籌備過很多大力小小,而不懂得的活動 指揮在支援和配合本地的小學藝術教育發展 我們希望更有系統去發展這個藝術教育 將學校的藝術帶度給各位社區人士 所以,令社區人士提供藝術教育的發展 所以分別在2007年和2009年,舉辦了第一屆和第二屆的香港市國藝術教育戰 而今年,大家看到這次展覽已經是第三屆了 這一屆我們以藝術生活色彩為主題 期望師生透過藝術回應生活,回應社會 將藝術教育緊扣著生活的目標 這一屆市國藝術教育址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例如有藝術日營,參觀學集團 市國藝術教學示範科 教學設計比賽,選擇的快賽 還有,今天大家看到的師生試例子 這個試例子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我們展出了教育兩全教師和師生活動的作品 商業單位接近130個 另外還有,教學設計比賽 旗演創作大賽的得獎作品 和兩岸四地教學計畫 在這個展覽期間的星期六和日 我們都安排了一些活動給家長和一些搞笑的參與 整個教育時其實不是因為大家看到的 我們其實是三月已經開始了 整整超過半年 在籌備的過程中 我們很高興得到各方的團體和友好支持 令到這個教育者得以充滿準備 多謝很多禮 謝謝 請請藝術推廣辦事處總管長 劉鳳夏報紙支持 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同行 還有各位家長 很開心來到這裏 有機會參與這次的香港事國藝術教育 有私生事例展2012的開幕建立 剛才很快去走一個圈 看到很多老師和學生和藝術家的作品 有些都是不同的作品 有一個這麼大型的節目 也都剛才和藝術教育協會 都已經加入了第三屆 而香港藝術教育協會 也都有十分歷史 我們香港藝術教育協會 也都很開心能夠有機會 和協會合作 都幫忙參與那些行業 藝術教育的發展 其實在這十多年 有很大的變化 不單止中小學生 在學校裏面可以有老師 幫到你們 教你們美感教育 藝術史各方面的欣賞 在大學裏面也有 越來越多的同學術 創意各方面的學系 的學位都多了 比你們的選擇 比起以前的 現在的小朋友 是比我們幸福很多的 除了機會多了之外 其實我們都會看到 除了在藝術 美術教育方面的機會多了之外 其實藝術 是越來越擁有 我們的生活裏面的 就剛才剛才的 也都提到 他們搞這個活動的原樣 其實其實 以前我們除了學習 也都是生活裏面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在這部分 老師也大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不單止教導 從小朋友開始教導他們 也就是說 美術的瓶賞 也都是 其實 藝術是 生活裏面 一些祝福人心的藝術 其實是可以 很可以延遲到一種 人民精神 人民關懷的 我想對於 我們一個人的發展 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這方面 藝術家 藝術家 藝術老師 是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而在這裏 藝術教育會 在國國的20年 也都很可以和藝術家 藝術家 藝術老師 一起合作 是做到這裏的 我覺得在這裏 要給一些獎勁 我們就是 來頒賞這個 感謝狀 有請張寶文會長代表 頒賞感謝狀 給我們的主例嘉賓 我們一起送一 二 三 謝謝 謝謝 我們已經完畢了 請各位嘉賓 隨我們的道賞團 去參觀我們今次的展覽 謝謝各位